今天我打开手机 想剪辑一段视频的时候 突然间看到了我儿子在升学宴上的一段讲话 我打开又听了一遍 我再一次的又有了一些小感动 儿子虽然拿到了本科录取通知书 但是孩子在学习的道路上边并不平坦 记得快上高三的时候 孩子有了出学的想法 回来就跟我说妈妈我不想上学了 我想出去上班 当我听完孩子说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我的心特别难受 因为孩子刚刚满18岁 本是应该上学的年纪 怎么可以出去上班呢 我知道孩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主要是源于孩子在网课期间 他没有认真地去学习 然后成绩是一落千丈 由原来的尖刀班滑落到了平行班 那么所学的东西它确实赖了很多 第二个原因呢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面子的问题 所以说呢 当我知道了解到孩子辍学的原因的时候 我果断地给他转学了 那么幸运的是 在新的学校 孩子遇到了一位非常好的老师 老师呢 老师呢 也是他人生当中的一大贵人 在他不断地鼓励和帮助下 那么孩子高考的时候成功地考入了本科院校 那么下面呢 我把孩子在升学院上面的一段视频给大家发上来 虽然说视频的质量不高 有些模糊 但是呢 我想让大家听听我儿子的声音 来给大家听听大家好 然后 我其实这里不知道我说啥 就是 首先先感谢大家 我感谢大家 有时间 不过人在参加我生学院 然后 我现在看这么多人 其实说的话 我心里有点激动 但是 就是 看着我呢 还有两位小师 更多的还可以感受 就是 生学院嘛 就高考结束了 首先就是 感谢父母的陪伴 18年 18个这个韩水往来 我父母 尤其是我母亲 我母亲身体状况不太好 但是 还是在工作之余 抽出时间来追溯我学习 然后 我是一个 我才爱学习的孩子 然后 很多个低落的时候 都说我母亲帮我充实希望 然后 最主要是我在高二年 还小过辍学 不学习 然后也是 母亲即时替我转学 让我换个环境 继续学习 所以就是 非常感恩我的母亲 所以如果没有母亲的话 我可能高二年没法职业 然后 就是老师 我的两位老师 现在做的第一种 我对两位老师 就是特别感恩 因为我 转学之后 母亲让我学艺术 学音乐 然后 两位老师呢 我对艺术第一师 第一师 是我其实是十分的有这个天分的 然后 两位老师是及时止损 然后告诉我 我自己应该走什么路 应该怎么走 所以我对两位老师真的 感谢两位老师 赵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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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就是 希望我自己吧 能为一个充实的大学生活 浓郁到一些有意义的人 有意义的事 然后 能为一个美好的未来 然后 随后 就是 代表我的家人 感谢大家的到来 然后 祝各位事业争争争上 家庭美满幸福